好 一起来祷告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剧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爱我们 在我做罪人的时候 去让你的独生爱死 耶稣 基督 导臣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地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 让我们也寻求真理的人 可以见到生命的光 比如说今天晚上 你就是生命的光进入我们生命之中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更深地来认识你 也更深地来经历你 每位每个来到你面前的福音朋友来祷告 主 你说要寻找就寻点 天父 去开门 让他们寻求真理的人 今天就有真理进入他们生命之中 主 我们感谢你 也求你来祝福这个伊朗的教会 主 我们看到在阿拉伯地区 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教会的建造 能够把福音通过广播 能够传给他们自己的同好 让人人都归向耶稣 也让福音能够传到耶路撒冷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今天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也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感谢祷告和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好 弟兄姊妹平安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 叫更美的家乡 请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举手 有多少从中国来的 感谢主请放下 有没有从台湾来的 台湾来的举手 台湾也不少 台湾来的 中国大陆美还是台湾美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 哪个城市最美 北京最美 北京有没有北京人 记住 哇 感谢主不少 北京是不是很美 很美 但空气不太好 现在被雾霾搅扰 那么台北怎么样 台北很美 台北很美 台北空气也不错 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家乡都很美 据说最美的地方是北加州 什么湾区 湾区最好了 因为这里面有最有名的公司 Google在这里面 还有什么 苹果 苹果在这里 很多大的公司在这里 那么这里的气候也是最好的 我刚刚从东部过来 那我们东部的气候现在是零下的 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天气里面 我们这边是阳光灿烂 所以这个气候也很好 食物也没得说 如果你想吃在北加州吃什么食物 尤其是Chinese food 中国的食物 那又便宜又好 又没有地购油 所以你吃起来可以大可放心 所以人们说北加州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然也有个问题 有地震 你们没赶上 如果地震来了也挺危险 好像我们在人生我们所经过的地方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都是不完美的 而且从圣经来说 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克里 今天有一位两位从北京来的一对小夫妻 好像是是吧 北京来的到这里是克里 因为他们暂时在这里居住 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克里呢 也是克里 我最近要圣灵感动我 也引导我要搬回到南加州 我离开南加州整整十年了 我要从网上多DC搬到南加州 那么这是我人生又搬一次家了 这个师母问我 你还要搬几次家 我说啊 不知道 她说南加州的最后一战 我说不一定 说明有一天搬回北京呢 明白 阿里路亚 那说明有一天搬到你的家乡上海了 也说不定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我们还得搬离 我们离开这个地上 我们去哪里呢 我们去更美的家乡 这个家乡在天上 我们开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段经文在第十四节说 因为他们说这话的人是表明 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的地方 还有可惜回去的机会 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 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神为他们 从他为神而觉得羞耻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是更美的家乡 这是我们的天家 可是我今天讲的 并不是未来的一个 我讲的是神在地上 给我们的一个家乡 这个家乡叫教会 更美的家乡 就是神的家 神儿女的家 圣经说这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第五四妹 当你听到教会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想的时候 我一听到教会 我就知道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黑骨骆动的 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发电报 那些人就是牧师 我当时十几天牧师 从来没发过电报 那是我小时候 我对教会的最肤浅的认识 那么当然有一个人认识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一个大的建筑物 教会一个大的建筑物 这也不对 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 很多进入到教会的地方 所以慢慢了解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 在希腊文叫 是神招聚他的属神儿女聚集的地方 我们管这个叫教会 与教会相对的叫什么 叫社会 所以我们进入到教会的人就离开了社会 我们进入到神的家 就是叫教会 在保罗的教会观中 我们今天进入比较多 我给你们讲一点保罗的教会观 保罗教会观 保罗对教会有四个定义 这四个定义 它是一种比喻的方式讲的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道也有比喻 对不对 耶稣说我不用比喻 我就不讲道了 你们讲你们听不到 我讲天国的事情 你们听不到 那么保罗有比喻 他讲道教会什么 第一点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们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教会谁是元首呢 谁是头呢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你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是主的身体 这个身体有眼睛 有鼻子 有口 有耳朵 有脚 有手 我们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来教会的人都不一样 我们在华盛顿 我们建立了风楼海洋教会 其实今天也是我们在北加州的风楼海洋教会 要开始的 我们人数不多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教会像身体一样会成长 你们 我记得赵永基牧师 在韩国 我刚去韩国回来 那我去了韩国 爱的教会 这个教会有八万人 那一个八万人的教会会怎么样 那我还去一个教会 叫做存福音中阳教会 这个教会有多少人 你们知道吗 我八十三万人 八十三万人怎么聚会 我都不清楚 我就去参观了 我发现这个聚会就像嘉年华一样的聚会 可是八十三万人的聚会 也是从五个人开始 那感谢主 我们今天超过了五个人 你们 看来我们还是有前途 超过人的教会 八十三万人 五个人在一个招务开始教会 那招务师讲道 讲道声音比我还大 结果他的师父说 那么是啊 我就五个人 不需要这么大声 那招务师说 我不是对五个人讲道 我是对五千人讲道 那这个厉害 这是韩国人 可以这样说话 我们中国人这样说话的话 会怎么样 觉得是因为病 怎么可能呢 我们五个人怎么就招务了五千人呢 其实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可是现在他们不仅是五千人 他们到了八十三万人 再人不能 大家一起说 再神 凡事都能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丰盛教会 也是十年前 我们在 在 麻生多DC开始的时候 也就十几个人 可是十年后 我们已经有十件教会 十件教会 大的几百人 小的几十人 在美国 在新加坡 一直到欧洲 在法国 我们有我们的分堂 所以我们教会 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我们教会 听命联手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教会 就是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Amen 认识祂的话 认识祂的救恩 认识祂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耶稣基督在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个计划 神创造你不是偶然的 都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 你绝对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可是你的 你的人生所有你要走的路 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 所以你进入到教会 就是来认识祂 了解祂 甚至了解祂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有没有 这很重要 我真的知道 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我一心而住 我知道我每天该做什么 我也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人生不在扛广 我不在说 每一天 没有异象的 随随便便的生活 不是的 第二点 保罗说 教会是基督的新妇 这个新妇 就是新娘子 新妇的意思就是 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你们 基督的新妇 是个圣洁的地方 教会跟世界不一样 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教会就没有了 来到教会的人 就要追求圣洁 就像保罗所说的 毫无瑕疵 没有皱纹 疾病之类的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的夫妻关系要圣洁 我们要按照圣洁观念 教会我们的儿女 我们要自己活出圣洁 要与世界不一样 所以来到教会 要认罪悔改 过去不管我们误会 来到上帝面前 要重新成为圣洁的 像新娘一样的美丽 我跟你讲 我这个做牧师的 做两件事比较多 一个是证婚 一个是追思礼拜 就是牧师 有的时候上午证婚 下午就追思礼拜 这是职业时 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 所以你说你证婚快乐 你还是追思礼拜快乐 当然证婚快乐嘛 因为这回可以看着新娘子 新娘子的脸多么漂亮啊 你追思礼拜的脸就不那么好看 你知道吗 都灰呛呛呛的 哇 你看到 一个女人 最美的时候 不在意她的年龄 是在意她结婚的那一天 不管她想的年龄 她结婚的年龄 她的笑容都是去惨了 没笑得出来的是 怎么样 被逼结婚的 现在没有 几乎没有 都是自由恋爱 对不对 基本都是自由恋爱 所以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新娘子 新父 这表示她是圣者 这表示她讨新郎喜悦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教会来认识这个重名的家乡 就认识到教会是一个圣者的地方 第三点 保罗说 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殿 我们来到教会 就来敬拜她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论美观的教堂 当你来这里 感觉到一头敬拜的圣洁 我们今天听到敬拜的诗歌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梁弟兄给我们唱了这么美的诗歌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福海英姐妹 都是歌唱家 我们把最美的献给神来敬拜她 我跟你讲 不仅是我们基督教会 到东正教 天主教 你看他们那个诗歌敬拜也是很美的 我到俄罗斯 我到东正教徒 诗歌一想起 我眼泪就流下来 我觉得哇 真的是这个诗歌太美太美 只有天上能听到的诗歌 所以教会是我们敬拜她的地方 来到教会就是来敬拜我们的神 第四点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第四点 保罗说 教会是神儿女的家 在以后所说 二章十九节 保罗说 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 我们乃是神我家里的人了 可能你听到这句话 你没有什么感觉呀 我的感觉很深 因为我有段时间没有家 当你没有家的时候 你听到说你是家里的人 你首先感到一种接纳 宽容 爱 温暖 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八九年出世以后 我就没家了 一九八九年我没有家 其实更早一点 我就没家了 十八岁 我上大学 我就离开了我的家 我再就没有 尝试地回去 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 其实就一个人在外面单身 就是没有家 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面 那后来结了婚 我又去上大学 到北京大学 一九八九年 我参加了天门运动 我参加天门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的学生 没有参加天门运动 知道吧 那时候我们北京大学有几派 第一个叫做托派 考托福的叫托派 第二个叫麻派 打麻将的叫麻派 第三个叫鸳鸯蝴蝶派 这个跳舞 谈恋爱的叫鸳鸯蝴蝶派 那个时候呢 我们学好的属于托派 然后还有一些逍遥的属于麻派 你知道 去广场的打麻将的人都去广场 那些反而考托福的 学习好的去了广场 我们追求中国的自由和民主 我们希望中国不再一党专制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不再腐败 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腐败 那个时候还不错 赵紫阳领导的时候 还不太腐败 其实刚刚有点腐败的萌样 八九年一镇压 谁也不敢提一下 所以腐败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时怀着 一向爱祖国的心 我想没有人比我们那一代人 比爱国了 那一代人没有爱钱 爱钱是不去广场 那一代人也没有爱什么 小三小四 爱小三哪有时间去广场 对不对 我们就是爱国的人才去了广场 结果呢 我们被镇压了 枪一吓 我们就家都没了 那一代人是很惨 追求真理的人 所以为了追求真理要付代价 我那个时候就进了广场 这个职务就越来越高 就被选得越来越高 后来我今天想 我怎么当年被选那么高呢 就因为我有一套嗓 嗓儿大 你知道那个广场没有麦克风的 上百万人 你讲话听不见 你就没法做领袖 像我跟汪浩这样就比较容易做领袖 嗓儿大 我也说干什么 我也说大家都听得到 所以咱们就那么干 听不到的时候就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这职务越选越高 选一个职务就是多做几年捞 我明白 你别以为我傻 我一点都不傻 选一个高一点就得多做几年捞 高一点做几年捞 后来我被通缉 我被中国通缉了 21个学生领袖 我是其中一个 当我一被通缉 离开枪争响了 好多人再也见不到 我就逃了 逃了 我就逃的时候 家就没有 你看我逃了两年 党籍没有 工作没有 学籍没有 妻子没有 孩子没有 公司没有 在中国 你能够以为你有的 都没有 那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呢 我就剩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通缉令 政府抓我的通缉令 我就剩了一个 1980年政府通过中央电台 来通缉我们21名学生 我外面带里面书 那里我收集了我当年的一张照片 我的通缉令的照片 上面这样写的是张伯利男 26岁 黑龙江城旺桂线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 身高1.75米左右 圆脸 双眼皮 翘鼻子 后嘴唇 东北口音 烧胖 我那天我读了这个通缉令啊 我是在我一个朋友家里 我们俩相当好的朋友 他就跟我吹啊 他就说我如果在网上就绝不像你们这么懦弱 结果通缉令一来 结果通缉令一来 他吓得就狗了 我在他家呢 他更懦弱 他都不敢看我 吓得这个样子 当我一被通缉的时候 我发现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 当你什么没有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有东西才有安全感 比如说我们在北家 如果我们有工作就有安全感 没有工作我们的房子那么贵 怎么办 对不对 一个女人 有一个老公在跟上 才有安全感 没有老公哪有安全感 对不对 谁都敢欺负你 是不是 一个孩子在父母的家中 才有安全感 一个基督徒 有教会 才有安全感 真的 我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就逃嘛 所以我给我的书记 叫逃亡者 逃 我的一生都跟逃有关系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 逃婚 小的时候 就逃到了大学 到了北京 除了时间 我又逃离北京 我逃到苏联 感谢主帮的逃的目的中 我逃到了耶稣的怀抱 这是我的幸运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是不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 是不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 我怎么知道 我一下子逃到爱的怀抱中 我根本不知道 我逃的时候 半年 我逃了半年 从八九年六月份到十二月份 我在懂什么叫做人的情感 人的爱是太有限了 太有限了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缘故的爱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毛泽东说的对不对 对呀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你爱我 你爱你 你不爱我 我就不爱你 你恨我 我就恨你 你要杀我 我先杀你 人的爱是不能有限的 人的爱是什么爱 人的爱是很有条件的 就是夫妻都是啊 你没遇到难处啊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当头客自飞 你还没遇到大难呢 我八九年遇到大难了 是不是 我遇到了这个 被通缉了 我这难很大 那我怎么办 我一逃的时候 我的太太登报离婚 就多丢人了 我这个男人 我那时候就恨不得跳起来 什么苦难 羞辱都没关系 老婆一登报 你这都 你这都可以 你知道吗 我老婆登报这么写 不是我老婆登报 是法院登 我张国磊 你妻子李彦 提出离婚诉讼 谢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 否则缺席宣判 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某某某 去法院 我一看到我能去 我能去法庭吗 我去法庭就不简单 离婚那么简单了 我签完离婚的字 你可带起来 我才不傻的 你就离吧 我是不需要 我告诉你 我到现在离婚 我都没签过字 没签过字 没同意 人生中 都能让你同意 没有那么多 都要你同意的事情 现在对你准备 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苦难 当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苦难就是苦难 你的苦难就是忠诚 你的苦难就是倒霉 你可用很多很多的忠诚来形容它 你认识耶稣基督 苦难就会改变 苦难可能会成为你的祝福 你想今天我不经历这么多苦难 我能成为一个传道人吗 我不经历这苦难 我能够去帮助别人 去祝福别人吗 我如果不经历苦难 可能我今天在中国 也是个贪官公立 人人都犯了罪 亏据了上帝的荣耀 我也不想得逃得出来 你在一个环境里面 你在什么环境里面 又受什么环境的殉道和影响 可是在我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却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无限的恩典 1985年 我逃到了中国的农村 我逃了半年 我终于逃到了中苏边境 离国境县 进了 只有20里路的一个小村子 离苏联只有20里路 我到了那里边 我就住在一个我的朋友的家里边 我这个朋友的家这个朋友的姐姐 是个基督徒 那个时候中国有多少基督徒 没有多少基督徒的 有基督徒也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 那时候基督徒被化为定类 经典中国基督徒多了 教会多了 大学餐饮饮饭多了 那个时候哪有啊 基督徒就是另类人物 我住在他家里面 这个姐妹对我不错 她看我身体很虚弱 她就把家里的几只捞母鸡都杀了 就给我炖鸡汤 你知道我第一次 她把鸡汤端到我的面前 我不敢喝呀 我想起毛泽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的爱 我想起有一本书是卡夫卡写的 不是卡夫卡写的 他说美国 美国有一个通用公司的总裁 是不是叫什么卡呀 不知道 反正美国叫什么卡都挺多的 他说 美国没有白吃的午餐 可是我们现在有啊 我们在教会常常吃白吃的午餐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 因为教会好像有爱 他说美国没有白吃的午餐 意思说 你别想不通过自己的奋斗 你就能够得到 你该有该得到的 不可能的 那我躲在这家里面 他给我夺人鸡汤 我一个逃犯 我真的不太敢吃 可是当我有一天 我吃完了喝完这个鸡汤 他就向我提出要求 他说老四 姐姐有事求你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事 你看他干什么 他说你还可以读书啊 我说读书好啊 你什么书拿给你读 他就拿出一本书 就是我今天读的神经 不过那个时候呢 他那个视频 跟我今天的神经不一样 他的神经是手抄 他们家庭教会 没有神经可读 那个时候中国都 找不到多少本神经 他们都是用手抄下来 互相来传这个神经 我信主 只读过一卷书 叫约翰福音 我打开这卷书 我看到这卷书 写了四个字叫 约翰福音 我就是这本书 不是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没有叫约翰 我当然给自己 起名字叫王老四 中国人不叫约翰 对不对 那么而且这个福音 约翰福音 这个福音好像跟信仰有点关系 我当时就读这个书 我就觉得挺特别的 你看约翰福音第一句话说的什么呢 比如说 我记得了 太处有道 道与神通在 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第一句话 谈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道 道字 这个道是什么意思 现在告诉我 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课 道 就写道路那个道是什么意思 那太处没有宇宙 就有那个道 这个道呢 与神同在 道呢 就是神 我记得我在 北京大学的时候 我修了一门课 这门课的做 这个教授叫 陈肯硬 陈肯硬在台湾人可能一般都知道 他台湾是这个 台湾大学的教授 老庄的专家 讲老庄讲的最好 专家 他们到北京大学 讲 道法如墨 我这个第一次 知道这个道理 考试的时候 大家让我去找他去套套题 看有什么 可以使我们能够有个范围 这个台湾老师跟大陆老师不一样 他不会告诉你 他就说 我讲过的都考 那我就难为他一下 我说那你告诉我 什么叫做道 你去道下一个定义 他说一句话 吓我一跳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 你讲什么道 他就说 不一样 孔子又孔子的道 孔子说 昭文道 西死可以 早晨听到道 晚上死 你都可以了 这个道看来比股票重要 对不对 你早晨股票升起来 晚上你死 你不干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道 早晨知道了 晚上死就可以了 哇 这个道看来重要 然后呢 这个老子说 道一道 非常道 他讲的就是玄妙 玄妙 所以他说 这样我告诉你吧 我说你也听不懂 我告诉你 你是学生 你有为徒之道 我是老师 我有为师之道 从政 有从政之道 经商有经商之道 连强道都有道 叫道义有道 那神是道呢 他还是没说道 所以我读约翰福音 我读第一句话叫 太初有道 他没有宇宙的时候 就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原来这个道是神 他这个道的字根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道 这个道的字根 是说话 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的语文老师 有一天的黑白性 就叫道 同学们什么意思 大家就猜吧 道理 道路 他说都不对 我是说这个字根 这个字的字根 是什么意思 他就问我 张伯丽你来说什么意思 我就瞎懵吧 因为大家说的都说完了 我也想不到别的 我说是说话吧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 那不是读三国演义 曹操道 刘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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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就说话吗 道者说话也 自根道的自根 这个说话 当我们读创始经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 你们 我们最近在读经 读圣经啊 我们教育地区 在掀起 读经的热潮啊 你看看我们的微信 都全是在讨论圣经 我要求他们一年 把圣经读一遍 而且要写出读经笔记 而且竟然能够背下来 重点 我挑出来 哇 我看到这个 这个大家挑的很准 我创立第一章 最重要的就是 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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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说 所以这个世界是 接着神的话 西伯来书说 是接着神的话造成的 神的话成为人的样式 在约翰会第一章十四节 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你们道是什么 明白了 道就是耶稣基督啊 道就是耶稣基督 道成为人的样式 真理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认识他 如果真理是个理论 很难认识他 如果真理是高高在上 我们也不能够经历他 可是真理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让我们认识他 上帝独生子 耶稣基督的荣光 约翰说 我见过他 他与我生活了三年多 他就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将恩典和真理 向我显明了 我认识了他 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我就给农民读这句话说 你说农民他能读懂啊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我都读不懂啊 奇妙的是我读一句 他给我解释一句 那我现在我神学院读了好几个 我现在多数也快读毕了 论文也写完了 我发现 这个不识字的基督徒 他对约翰福音的解释 一点错都没有 你看这奇妙的奇妙 这是有圣灵的工作 有圣灵的工作 我就是一个不识字的人 我为他读圣经 他给我解释圣经 我认识了耶稣基督 但是我还没有相信这些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教会聚会 我真是感觉到一个世界 不一样的地方叫做教会 这些女子们来到他家聚会 最远的走七十里路 那时候祈福会有多少 一个小村子就在他们家里聚会 最远的走七十里路 你知道东北 还有苏联的地方走七十里路 可不像我们北加州 走七十里路那么好走 你这个北加州你走七十里路 你不会的 你不干了对不对 你开七十个外面就那个 对不对 走七十里路 几个人背着这个豆角 冻的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干豆角 土豆 就就来了 到这一主上就吃 一聚会就一天两天不走 你知道我住在这家里 可是不能怕他生日看到我 那等一人人来就会 就把我关到 关到外面去了 外边我冻的受不了 后来就把我关到屋里的地窖底下 东北人有一个地窖 装萝卜土豆白在 那就把我放在那里边 盖一盖 有空气 死不了 别人不能发现我 我就是这样参加教会聚会 今天你看我们来到这个漂亮的教堂 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太蒙了 你看我们那时候 那些人想追求真理多不容易 他们在上面讲道 讲道我也听不懂 我也听得不见得听得见 他们唱歌我也听不懂 他们祷告我就跟不懂 他们祷告就特别神奇 他们什么都祷告 什么事连记丢了都祷告 我就不那么认同 我读圣经都快醒出了 他一祷告我就就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这么迷信了 积丢了十几个人坐屋里祷告 就那么一个小桌子两条街 积丢了出去找啊十几个人 每人一条街我就差不大了 这祷告 对啊 其实走屋里我觉得有点毛病 哈哈哈哈 让我心中 很难的 我想这个刚愿读圣经读出真理 一祷告我就这么醒了 那些老人家祷告什么都祷告 还有鼠名征战 东宝黄鼠狼 哈哈哈哈 捆绑狐狸 我都不懂啊 后来我才明白 你知道中国东北人信什么 信狐狸和黄鼠狼 那是他们的神啊 所以基督要捆绑他们 你不把黄鼠狼捆住 他们不能信耶稣啊 你不把狐狸捆住 他们也不能信耶稣啊 你知道这个东北 有一个家 我路过他家 看他们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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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便儿 就那个仓房了 仓房了 做一小便儿 这个 供黄鼠狼和狐狸的台位 他有对脸 写的很有诗 左脸是 进身山修人养秀 右脸是 触动四海扬名 中间中 独黄二仙椎 你不要以为 他真血啊 黄鼠狼能 不能迷人的 把那个女人都给迷得 只跳舞 跳舞 就知道吗 所以就 一信耶稣 这花儿拿着跑 写了 他们管着就写了 哎呀我都没有接触过 我在北京大学都没学过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教会 哎呀真的真有意思 教会 可是教会里面有爱啊 有一天 他们唱了诗歌 我眼泪就流出来了 就是诗歌的四句话 你的头发 因为神数算 说我们一个头发 说有多少根 主都知道 主耶稣都知道 就说主爱我 爱到什么程度 爱到我们 爱到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都知道 爱到我们这个程度 你的头发 因为神数算 你的重担 主以替你带 我们人生都有重担吗 你有没有重担呢 今天 你刚来到美国 你没有绿卡 别人的重担 对不对 你没有工作 别人的重担 考拖服 你考过 你想去史丹佛 就凳眼进去 别人的重担 夫妻关系不好 也是重担 跟领导关系单位的 公司的老板关系好 也是重担 儿女一长大了 到厅那边 告诉你 也是重担 对不对 不听话了 突然间 我女儿就是十二岁来美国 刚才是听不听话 现在已经不听话了 找了个对象 我不同意 她就觉得好 她读研究生 那个男的就没读过大学 她就觉得好 那男的比我高 比我还可以 那你就没办法 这都是重担的 所以我们真的来到 耶稣的面前 对不对 我们真的来到 主耶稣的面前 圣经说 犯老虎 但重担 来到她的面前 她就使我们怎么样 关系 你们 哈利路亚 你要相信这个 第三句话说 你的重担主义体呢 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 去盘算 就是你不要 为将来想 你没有用的 我就像我 我坐牢盘多久 我天天想的 那时候你看 我真的想着 我真的想 我盘多久 越想越 不含耳壁 我想到中国以后 叫张志兴的 你知道吗 就讲了几句话 舌头就割掉了 头管割断了 枪毙了 就是我们东北 天津人上 在我沈阳给枪毙 毛远新给枪毙 毛远新就出来了 还挺神奇的样子 杀人犯 其实他是杀人犯 知道吗 你看多少人一句话 不小心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邻居 是个右派 不小心把毛远新线 掉地上打碎了 不是打碎了 他用那个骂布 擦那个毛远新线上的灰 没想到骂布有点脏 一擦反正鼻子给擦黑了 他那时那个 就是石膏线 他那个骂布有点湿 一下擦黑 好了被邻居解放了 胖了十五年 那我就想 我在天空广场讲了多少话 我都忘了 反正每天我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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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我得判极的死刑 我都回答 做梦 都梦得警察罪 就被抓人了 没有一次我逃得多了 我就是发现这警察跑得快了 做梦我跑他罪 我永远跑过警察 后来发现睡觉的时候 你是这个被鸭的神人 跑不了 所以做梦一般都梦得被抓人了 你知道吗 恐怖的 一抓到我就叫警察 就醒过来 一抗人吓一跳 真的吗 警察 这个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啊 心经病 忧郁症 什么叫交道症 吓死了 我的病毒 我身病就吓死了 你知道吗 人说肾是什么怕恐伤肾啊 忧伤肝啊 忧愁伤肝恐惧伤肾 你要想肝好肾好 就喜乐 哪里有喜乐啊 只有耶稣基督边有喜乐 其他就是没有喜乐 真的没有喜乐 恐伤肾 我一会儿再给你讲 另一天我给你讲 我病得很重 我刚才肾衰竭 一个是忧的 一个是空的 就两年 我肾子就倒垮了 那以后再说 但我认识神 感谢主 你看我今天还挺健康的 五十多岁了 他说挺健康吗 感谢主 八九年 跑到那边 认识了真理 那时候时刻给我很大的激励啊 那时候时刻是我懂得人不能靠自己啊 我给你们唱一句 真是 说好听的 他们那个家庭教会聚会啊 他们十个人一唱 都是十个声音 我也不知道哪个队 我学的第几步 我也有高兴 反正我就是 他就这么唱 你的头发已被神殊 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打 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 主内有真平安 听说对不对啊 还算对啊 我算学的对 他们就是这样唱 你看在一个寒冷的一个小小孩里边 你应该在那里听到真理 说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的路 你走到他的话中 就不会偏的 就不会跌跤的 这是真理 你相信他 就有永生 你说在一个小孩里 既然没有盼望的人 哪天听到都是盼望的话 你相信他 你就有喜乐 我想我还会有喜乐吗 我怎么都有喜乐呢 那我不是阿Q吗 我怎么都有喜乐呢 哎呀后来我发现这些农民 还侮辱我的 虽然我有同纪力 可是我农里那时候 还有两千块钱 我逃的时候 我带了两千块钱的逃往费 你说他们家穷得丁档 总比华的丁档 就一踏不丁 啥都没有 喜乐 我也想让我讲一个 还有平凡的可能吧 他们也平凡的还是农民 喜乐 我也想讲一个 我逃出去 我就能到海外留学啊 他们留什么学啊 把他们送到美国都留不了学 中文字都不认识 比方说英文 喜乐 哎呦奇怪 你们洗什么乐呢 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喜乐 你问他为什么喜乐 我有主 神经病 有主就喜乐 我们有知识 喜乐吗 不喜乐吗 我有文化 我有理想 我喜乐吗 我不喜乐吗 他们啥都没有 他们有主 他们喜乐 哎呀 这是不同的人 这就是教会里的人 完全的不一样 我说实话我还挺羡慕的 我也想 我如果成为这种人 只要没有统计令 我会可以去随便打鱼卖菜 我现在打鱼可以卖菜我就不敢了 你知道我赶快卖菜 卖菜警察不发现吗 我真的躲在山高里 我那山高里躲了大概几个月以后 我就逃到苏联 我是1989年圣诞节逃到苏联 圣诞节那一天对我来说很特别 每当圣诞节那天我是一夜都不会睡觉 读经啊 常识啊 弹琴啊 祷告啊 我也会想过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我的经历 你看我信主是圣诞节 我受洗是圣诞节 我奉献呢 还是圣诞节 圣诞节对我很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1989年圣诞节我信主 为什么信主 走投无路 89年我逃到苏联 那天叫平安夜 为什么那天逃了你知道吗 平安夜啊 刚信主啊觉得 哎呀这个平安夜也能平安 平安夜那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寒冷啊 你看看特别 一到二十四号 十二十四号那天是最大的衣服 那天晚上 跟什么衣服 一天是最大的那天 很特别 我在西伯利亚中枯边境 零下四十多了 零下四十多 我每家人没有经过零下四十多什么样 零下四十多什么概念 知道吗 这个水你放在外边 一分钟就是冰 就是这个概念 你脸上出汗嘛 你要出汗 你从乌里出汗一出来 立刻脸上热乎的那个水 主已经冻冰了 就到这个时候 非常好 那为什么想到那天呢 没办法 警察追过来 追到那附近的村子 他们告诉我警察进村 我撒嘴就跑 我就往苏联跑 跑到苏联 那时候那个边防线呢 有结果就在探测门在找 发现你那个那个 一探测 就一炮 这炮打不死你另外 就把冰打花 就掉下去 掉到的冰里边 这个黑龙江水流很急 就从水底 把你送到白岭海峡 就到了美国的阿拉茨家 就出国了 就出国了 不要说 危险 危险 他一探到我的脑袋 就钻到那个雪里边去 后边我就不管了 他一看像个石头 他就又找我去 找 其实别人告诉我 说那个结婚军都睡觉了 他说都是自己 就是那个 都定好了 嗯 嗯 就这样子 破坏的人早睡觉了 谁把夜三明路看见了 跑就跑 跑里边就冻死了 过去就冻死了 没有人吗 我哪知道没有人 我以为 中国里边有一个村子 那边就有一个村子 结果人家苏联没那么多人 咱们中国十多亿人 人家苏联就一亿多人 没那么多人 边境是没人的 几百里都没有人的 我哪知道啊 我就逃过去了 你这是啥不啥 我是凌晨三点钟度假的 最冷的时候 最危险 东北人不说 那是鬼呲牙的时候 鬼都冻着呲牙了 觉得多冷啊 那天 我就在那时候度假 我到了这个 早晨九点钟到的苏联 六个小时爬过黑龙江 那血都一米多深了 那血一米多深 你一脚踩下去 我帮你踩下去 你这脚踩下去 你踩不下去 那个血很湿 你一站着 多么旋 你拔起来又很危险 你走哪一步都不容易 所以我就爬 发现四条头比两条头好用做水 就爬过去了 就一条沟就爬到苏联 什么时候知道上岸了呢 看见树 上岸了 中间有一块不动的 有水流抬起 中间一块 这么两天都不动的 大概有两米块 你知道吗 我跳过去了 那水很深 我把凹扔过去了 人在关键的时候 你走一个超水平发挥 你走一个超水平发挥 我在学校跳远 你说我从来没跳过的鞭 我碰就过去了 跳过去 没有 那血把血轻轻的 能够踩石楼 踩石楼 然后住宝 搜就飞过去 一跳队上一跳 就在水里边 掉一刀 白铃海峡 危险 看见树冷到苏联了 感谢中国 逃亡成功 出国了 第一次出国 我逃过了好几次 他第一次逃 逃过去 高兴啊 自由了 出国了 你想八九年都出国 那跟今天出国概念更不一样 那时候中国人没几个有 没几个有护照的 今天人人都给他护照 那时候就容易 那时候苏联人 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知道吗 到苏联怎么去啊 不给你签证的 然后我也没签证 我就去了 跑到苏联 我就找路 我就想我找到大路 小路我就找到大路 找到大路 找到铁路 找到铁路 我就摸到火车 我就爬火车 我就爬到莫斯科 哎呀 我想的 就是多浪漫啊 想的火车怎么容易坐呢 你知道吗 动也动死你了 可是我找不到路啊 找的都是 脚印 都是野兽的脚 大的都这么大 你看你熊 都不敢跟你走 小的你也不敢走 都坐到那个草 条毛子里去了 没办法 找不到 下午上三四点钟 我再找到天黑了 但是天黑很早 三点钟就天黑了 三四点 完了 我体力也又回了 汗水也不快出境了 怎么办 我想我赶紧回国吧 这个回国 不能再走 再走我就冻死了 我就往回走 风雪太大 风北关的 叫大烟炮 这风雪 哇 哇这么一刮 就把地上的脚印就 盖住了 我走了 还没有十米 后面的脚印就全没给盖住 你根本不知道 从哪儿来了 我从天上掉下来了 想回国也回不去了 我站在这儿 我自己是傻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 我走到了绝境 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下一分钟 你可能就死定了 这个很美 我今天早上 我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灵修祷告的时候 有想到那一天 我想那天 如果没有耶稣 可能我死定了 那天如果没有耶稣 叫那个苏联来 我也死定了 他怎么就这么巧 他就来了 人生是不是很多 你想一想 可是不是 都在神的计划中 Amen Aleluya 你要认识这个计划 在你身边 苦难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经历它 否则你很难经历它 我告诉你 我躲到哪里 我躲到一个草堆 那个草堆比的教堂还大 大概像这么观 两个这么长的草堆 巨大 那苏联那是平原的 他们打的草 或者是成捆的 就喂牛的 那叫 他们叫集体冬装 喂牛的 我冻的实在受到外边 狼野叫我害怕 我就把草挖出几口来 就拽出了一个洞 我就钻到那个洞里边逼疯了 我一进那个洞 我不走了 我才知道 我马上就走 太冷了 我身体的衣服不能穿太厚 因为要跑嘛 跑路嘛 我走 跑的时候没有急 里边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我一不动 立刻外面 彻乎的寒冷 我就开始 咚咚咚咚了 我是东北人的 我知道 我挺不过多久的 这我有经验 我小时候会有人冻死 有人喝酒 躺在那时候睡觉 就冻 硬了 你知道吗 那个比我们的老家还零下四五十度 四十多度 我说疯子 吹狼在叫 他不敢出去 出去狼发现你 他一直热气腾腾的 这儿是狼热 那肉包子来了 对狼来说 那真的是好消夜 我告诉你 不敢动 就在这儿躲着 躲着的时候 快冻死了 我就想 我可能会想谁呢 我想安徒生的童话 卖火山的小女孩 怀人火山 怀人火山 就一个烧鹅就过来了 我也想吃烧鹅 怀人火山 哇 这个一桌的丰盆的食物 怀人火山 祖母向他走来 他就扑到祖母的怀抱 第二天 人们发现一个小女孩 微小人 刺激 后面一堆火山 我当时不敢花火山 花火山大了 我就把那个 大草都一烧了 后我也烧了 我也不敢花火山 知道吗 我就在这儿动着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 姐姐告诉我 那个女记者就告诉我一句话 她说 如果你遇到难处 你要祷告 我要说祷告 我认为祷告 叫心灵作用 这个 可是她告诉我 祷告不是 祷告是向神说 神终于催地里的祷告 我那时候想 神能忙得过来吗 如果这么多人祷告 我也在想 可是那天我祷告不行 我那天我就想 如果我遇到一个解放军 我遇到一个中国的警察 我都会祷告 你想会祷告吗 我就说同志人抓 我会做老人 不跑 可是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那一刻 只有面对着上帝 寒冷的天意和死亡 你选到哪一个 你说我就死了 我也不打扮 我就不打扮 那个时候 可能人没有那么张应 想到自己的梯子 女儿 但是我其实还没离婚呢 我还不知道她过离呢 想到父亲母亲 想到死在这里多远呢 如果死在北京 那有一天大家记得 我死在这儿 逃出来死了 然后第一天冻江了 第二天春天一开车 没狼吃了 这都不连续尸体都找不到 怎么想到悲哀 没有别 我就想 我还有什么办法 能救我的 人生还有道路可走吗 我也回不去了 就那个女基督告诉我 你就一条道 耶稣是你的道路 真理生命 你遇到困难 你向她祷告 她是随定祷告的主 我说那我先试一试吧 她能怎么帮我 我说主啊 她人没想到我没有事 我一说主的时候 眼泪哇就流水了 哭了 这个人很坚强 我逃了半年没哭过 人很少哭 信主了一场诗歌都会掉一片 爱真的是我们流泪 这个恐惧压力 我们都会怕的 我一打网 主啊 哇 他流出来了 说不下去了 过去二十多岁 一直自己当主 我是我的主 今天突然耶稣成了我的主 把主权交出来了 可是交出了什么感觉呢 你也不舍吗 突然自己不是主了 如果不遇到这个环境 我绝对不能让耶稣做我的主 我还得当主 今天耶稣是主 可是我一打网 一交通 突然间一个极大的喜怒 在我里面 吸一吸你 我就觉得主会帮主 主会救我 我就说一句话 我说主啊 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 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计 什么活计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基督徒还说一句话 主啊 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计 是圣洁的 是你所喜悦的 主喜悦什么的 你要找走后门 你不得找人喜悦的给吧 你知道吗 那你要求主耶稣来帮你 那你当做喜悦的 他喜悦什么的 他需要活计 那我就说我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计 我那以为活计是吃的 基本 我基本是那个人吃 因为几乎嘛 就是吃的 那这个上帝也喜欢那个带气的几乎 活计 我把自己献给他当做活计 不懂活计啊 但是全然说 喜悦活计 我就这么糟糕 你看我今天是个活计 人生啊 很多的奇妙 可能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上帝不忘了 他记性比我不好 他真的记性好 怎么逃我这么多年都没逃掉 我就不想当国际 来到美国 他就不断的找我 通过各种观点 不当也得当 不知道 我现在成了国际 我感谢主持后话以后再说 但那天 我真的敢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 后来我看表演三点钟 我被苏联教授 在苏联里拉挖草的 他开那个拖拉机 带着那个大四轮的拖拉机 巨大的 他在雪地上走 拉着大学窍 爬里 我都叫爬里 用圆墨做的大爬里 圆红峰墨的 那一个爬里 拉一个小山 一样的一窍 他就往草上装 不行 我就以为了到天堂了 哇 就怎么有一些 耶稣在这儿慌来慌去 我就起来了 我就跑 我让人抓 耶稣 怕他轰过去了 我就站起来 就已经不能站过了 我就对最后一力气 从底边坐着 反正吓一跳 我醒过来 我躺在耶稣的怀里 我一抬头睁睁眼 这人长得太像耶稣 头发胡子长得像 跟耶稣一样 苏联人 我知道 对不对 不是苏联耶稣 我就以为我到天堂了 我死了到天堂了 真到天堂了 哎呀 真有天堂了 还好感谢主 刚才祂告 又不祷告 又下一个路 知道吗 到天堂了 天堂的耶稣讲俄文 你知道我懂一点俄文 我耳朵还有一点点听力 他就喊大巴迪士大巴迪士大巴迪士 什么意思呢 通知的意思 通知 他叫我通知 就把我放醒 然后我灌热咖啡 我一醒 后来我才发现 昨天的那个记忆 进入我的脑海 活了 哎呀 那眼泪哒 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这一刻我有生了 就这一刻 我写的耶稣 那个喜乐的泪水流出 我哄过了 遇到瘾了 我得救了 我从初死入生了 这个坎儿过去了 哎呀 那个喜乐 我说主啊 我相信 你存在 真真实的存在 我感谢你 你救了我 他们就把我送到苏联的 这个士兵 那个兵营去了 那兵营也不也 你知道我也感谢 那个兵营 那个士兵 那个士兵 知道吗 很有经验 他发现我全身 冬上 他就让那个农民呢 外边就一盆一盆的血 就 就 弄进屋里 把我放在血里边 衣服脱掉 那些农民就给我从上到下 从我耳朵到用血搓呀 搓化一盆 血就再灌一盆心血 给我搓 他的那个士兵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班长吧 好像是一个班长 拿了一个刺刀 拿刺刀 后一会了 就拿刺刀 捅我一下子 捅我这个 疼不疼 我不疼 不疼就继续做 突然间他那个刺刀 歌 有点痛 你看着这套就为老婆说 要么就死定了 腿就冻坏了 那洞磊似的 你把它拎掉了 你放热水里边就烂了 洞磊 那洞里要放在冷水里边 把那冰滑出来 你看他都有这样 我就在苏联坐牢 我信主就是这样信主 感谢主 信主在监狱里边 第一个感觉是喜乐 信主的人立刻喜乐 很特别的 你看圣经有句话 这叫凡是险子 那你怎么能够喜乐呢 坐牢怎么喜乐呢 我想昨天晚上 差点被狼吃了 多危险了 今天在监狱里多安全 一边又喜乐 六个卫兵 我睡觉他都不敢睡觉 原来是四个 四个卫兵 他说你会不会功夫 我说中国人呢 多少都会的 加俩卫兵 告诉我说 这个墙上面的网 是电网 你要跳的时候 你虽然你会 中国功夫可以跳过去 我们会开墙 我这功夫拿的有那么高 那墙太高了 你说这狼那高 我那跳过去 我就跟他们吹我 我会一点 其实我不会 家俩卫兵 看着你 你说你多安全 对不对 头天晚上也被冻死 今天我在监狱里边 你都不知道多暖了 给我换上人家的机体服装 穿上挺好看的 都是条 比王人住在里边 然后那个床里边很热 你不知道苏联的监狱多热 穿上单身睡觉 盖一个小塔子就行了 还可以洗热水澡 你说你是不是反谢 感谢主啊 喜乐呀 我告诉你 那天我懂一个道理 自由不是环境给你的 你今天生活在美国 你自由吗 你可能还苦涂呢 你还很悲欢呢 你也很失望呢 你还很难过呢 你没有喜乐 我告诉你 我在监狱里边 我觉得喜乐 我真的是 自由不是环境给的 自由是从里边出来的 圣经说自由是耶稣你都给的 真理才是我们 得以自由 阿里公亚 真理才是我们得以自由 我告诉你 我在街里做的最多一件事 是唱歌 我天天给他唱 除了那个 你的头发也没神数算 其他神歌我也不会 但是我会唱苏联歌 卡丘哨 山楂树 摩斯科 郊外的晚上 小鹿 我就给他唱 唱歌苏联 你知道你们读圣经 读到一段是 耶稣的这个保罗 在菲律宾监狱里边 唱歌的时候 就把 把监狱的大门给敞开了 是吧 我就去那种 我唱歌 监狱门就开了 因为监狱门就一个小丑 这六个士兵呢 轮流看 觉得不过瘾 就把这门打开 六个人做耳门 我就唱他就看 你看 唱诗可以把监狱门敞开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就说 哎 你怎么会唱苏联歌曲呢 我说你不是老大哥吗 我们从小时学的 都是你们苏联歌曲 你给我拿个守候节 你还会弹呢 他们就给我弄个守候节 我天天自己拉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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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教会真实 不想得罪美国 但我们也不想得罪中国 最好一方就自己偷走回去 抓到你 别说来说四面 算你自己倒可以 我那天跟他们讲的话 我说我告诉你 我再长两年 他也抓不到我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又走啊 你看这话又说对 我又再做过长两年 我说他说两个月就好 我就逃出来 我就说两年 所以信主以后 我说话又小心 不要乱说 你得凭着信心说 我一说两年 长两年 在山里边 长两年一个人 我在山里边一个人生活两年 没有家了 那两年我就经历了 家庭的破碎 妻子的离婚 什么都没有 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又逃 91年6月 我逃到美国 我一到美国 我是到香港 逃到香港 做快艇吧 到香港 到香港我就逃到了美国大使馆 你知道怎么进大使馆 我今天 人少用家 要不想 我没时间了 香港的大使馆 大枪我逃的 也就不去 我穿着短裤上岸的 哪有签证穿短裤的人敢去 香港人特别讲的只穿的 西装格里 去签证 我排在西装格里边有一个人 我就立个塑料袋 我的塑料袋装一个擀面杖 你擀面棍包起来我的擀面棍 因为我太太太爱吃饺 我们家一包饺就借擀面棍 所以我就在山里两年没事 就给他做了一个擀面棍 擀面棍就用玻璃滑呀 就把它弄得很光滑 用山楂树里的树 特别好 擀面棍做好了 你抬得立刻了 这擀面棍就成了我唯一的面前 我不想扔掉他 我就把他带到美国来 是我们爱情的最后的一点儿纪念 拿着这擀面棍 拎着塑料袋 在那儿签证 你说哪个警察不怀疑你 就一个胖的相关警察过来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要签证 去美国 把你的护照拿着我看一下 我哪有护照 我有护照很有讨论 我就说护照 你为什么看护照 我看护照 移民关系有权看护照 他说我就有权看 你又不够看 你不能进去 搞什么乱 你出去出去出去 他就把我推出去 推出去 推出去 我就想跳墙 我就上大墙了 那我在山里藏两天 就上树很快 那个树 顺树就爬钱了 我往前一看 哇好几条狼狼 他有两个海军路边 那个人抱着葱花江 在那儿东看西看 我一跳他一定开墙 他又把我打死 这两天香港号船说 明天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 张克力终于我的下落 死在美国大使馆境内 麻烦了 我想这个不能跳 我又回来了 我又跑到那边 那老跑警察一看到我 我就跑 在追 那大厅有两个大桌子 我就站着坐着跑 他虽然大肯定追不上了 他太熟了 我在山里跑得快 因为我都追路嘛 不知道 他跑跑跑跑 他就追不上 追不上去起船 然后一帮警察就来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送到大使馆里面去了 安全门我就过去了 因为身内没什么想的东西 我就过去了 一过去那警察也不能进 因为那是美国境内 那警察 香港警察 他俩人出来了 我说你见面 他就不见面了 哈哈哈哈 然后那美国的移民官 看着好笑 这俩人干什么呢 他说你要干什么呀 先生 他真客气 跟我这样也是先生 我说我要干什么 我要去美国呀 他说可是你要排队 去签证哪个号 我说我不签证 我没有护照 他说哈 他说你赶紧跟我来 他知道我这是重要的 哪有没有护照都可以去 他说你是不是要去 他说真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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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 他告诉那两家 不许进来 不许说 他告诉他好几个不许 香港警察就乖乖的 我听了 我就进去了 进去 我就把我的鞋脱下 我在里面装一张 统计令 我的统计令 我那时候告诉赵芳这个人 这个 就是我 哈哈哈哈 我再一看 哎呦你是张国立 我马上就去通知这个总领事 总领事 总领事当天是这个 太平洋监督总司令 上将 立刻就下 见到我 看了我一眼 说张国立 哇靠 就抱着我 就流泪了 我都被哭太哭了 这个美国人太单纯了 这个老人家呀 我说你哭什么呀 他说我们找了你两年 为你祷告了两年 一个不认识的人 一个政府的官员 他就可以为我祷告两年 一个 也我真的感动 两年逃亡 人间冷门 事他一样 我都记得了 我没有流泪 像我太太过离婚我都没流泪 这个太平洋司令 他说他为我祷告两年 我眼泪就出来了 我懂得人世间有一种爱 是一人耶稣基督 我告诉他 我也信住 我也会祷告 而且神还听我的祷告 美国三天就把我弄包到美国了 到美国我进香港的机场 大家都把他走进去 我就不讲 这个是机密 没有机票 没有护照就能进香港机场 坐上美国那边我来到美国 我一到美国纽约 我一下飞机 一大方警察的人等着我 我一边逮捕 逮捕 警察我看 英文虽然不好 那些时候我认识 张博力 Welcome 张博力 这我认识 欢迎你 就给我发了旅程 你看我来到美国 就有了旅程 更美的家乡 真的美 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 是美国最丢的恨的地方 叫普利斯大学 太漂亮了 那比我北大都漂亮 我一看 你看我从山东里出来 一下子的普利斯大学 我记得大学 我住在学生宿舍 我一下子就回到 学生宿舍里面去 石头房子 跟英国一样 突然发现它真的漂亮 哇 我来到了一个更美的家乡 当然还有教会 我就去找到华人教会 一到教会 哇 教会的弟兄姊妹 哎呀热情啊 他在拥抱你啊 这个跟你握手啊 欢迎你 向你传福音 都不知道热情到什么程度 挨个拉你 问你怎么逃出来 这两天呢 吃多少肉啊 要不要新耶稣啊 新耶稣就又永生了 我说我是不是信了 我就说我的祷告 我说我献给你做活计 他一听说 这了得了 这你都信了 不要活计 你说不要活计吗 因为马西亚前面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活计就是做牧师 他把我吓坏了 这乱解释圣经 丢的别话 活计哪是做牧师 牧师肯定是活计啊 你也是活计啊 所有信仆人都是活计 我们要为他而活嘛 就把自己献给他嘛 你这一说我吓坏了 我如果刚小孩没站稳呢 书还没念 我就做牧师 牧师干什么呢 我怎么能做牧师呢 你以为我是谁呀 我做牧师 我在中国什么梦都梦过 就从来没有梦过做牧师 你梦过做牧师吗 我梦过成为将军 成为文人 成为作假师人 我都梦过 我就没有梦过成为牧师 吓死我了 再不去他们教会 你去他让我做牧师 现在才知道 这个人是个女仙师啊 她知道我未来会成为牧师 感谢主 真是神的恩典 来到教会真喜乐 突然发现有个地方叫教会 于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在这个里面 我经历神 在这里我走过了四年人生 最苦难的四年 疾病 我告诉你 在美国没多久 我就住院生病 谁来看你呢 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在布林斯部 我也有一群朋友 刘明燕 苏晓翰啊 这个袁志明啊 都在这里 你病实际长 谁看你啊 大家都在读书忙 儿来看 单身的去找女朋友去 有家庭的带着家庭去读家族 还有一个周末 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医院里面 熬啊 珍蓝 度日如年 真是如此 头一年花了 第二年换肾 到台湾换肾 我还在台湾住了一年医院 我在美国住一年 台湾住一年 怕多少钱都忘了 我不知道 方位也没钱 再住 然后呢 一到周末 或者你最难过最孤独的时候 就有教会的地方 你就跟他看 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 根本就不认识他 因着耶稣基督来过来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那谢谢主 我走过来 今天我站在你面前 你看张老师蛮健康的 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 他还是有喜乐 而这喜乐越来越多 是因为我有耶稣 Amen 哈利路亚 这第五次必要认识他 认识教会 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 是真理的注释和根据 教会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相聚的地方 教会是神都实际上招出来的 他们在一起成长的地方 教会不完美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天堂 还不是完美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追求完美 追求成长 所以我们设立了风桌华雅基督教会 就是为了做中国新移民的风桌 大量的中国的新移民越来越多的来到北加州 来到南加州 来到纽约 来到飞城 来到华盛顿 我们在这地方都建立了教会 就是为了做中国新移民的工作 我们在华盛顿告诉 只要你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到我们旁边那个大学 教识明森大学 教识堂大学 什么GW 教识华盛顿大学 然后华盛顿都叫教授 我们的大学都叫教授 只要你一来 我们立刻就到机场进去 不管任不认识 我们会在学校里拿到这些学生 他们的航班号码 我们在机场等着你 下飞机 我们就帮你接到我们第一次的家里面 帮你找房子 帮你买菜 帮你去认识学校 为什么应证耶稣 因为我们都走过了这种流亡的日子 我们也走过了在美国一个人孤独的日子 但我们知道说每个新来的朋友 他们都需要耶稣去做 他们少走人生的环路 如果你认识了主耶稣 早早来到教会 你少走环路 你看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去年围记 前几年围记家发现一件事情 我非常难过那件事 从此我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把学生会接到教会 有一个学生会 去接一个女律卫生 那学生会的那个男生 接那女律卫生的时候 一下子就接到自己家里 就开始追求人家 让人家成为他女朋友 那个女生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在英国 她说我有男朋友 告诉她她还不行 还追她 最后呢 这个女生就搬离她家 她告诉她 我住在人家住了几个晚上 我会给你钱 给你多少 我把钱也给了她 结果她在饭店 把那个女生给杀了 把头给割下来 手拎着头 当警察来的时候 她手还拎着头 一个中国的博士生 读博生 好恐怖啊 我那天我看到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们附近的教会 我说你们教会为什么不去接呢 他们的教会的同工说 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知道谁有种 所以在我们附近的大学 我会跟大学学生会说 请把你们新生的名单给我 把他们的航班给我 我们派人去接 你是北大毕业的 我们就派北大的去接 清华毕业的 我们就派清华的去接 都是你的学长学姐 男生我们就派男人去接 姐妹就派女生去接 女生就派姐妹去接 对不对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搞 一个女生要男人去接 多一些男生 那这行吗 如果不认识主的男生 就吓人 你知道吗 把头也割下来了 你说就现在都独生子女 这两个家都毁了 其实他就是一只魔鬼的工作 一时的这种邪恋就完了 愤怒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认识神 认识圣灵引导我 而不让人自己的意思 结果你是东北来的 我就要东北人去接 撒开你 我就撒开你去接 接来我们就 我们也不知道 接了一定要比你信耶稣 不会的 我们就让你认识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无常的来帮你 因为耶稣爱我 像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如果没有那些基督徒帮助我 那个最痛苦的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走过 感谢主 后来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他就传道着 找到了我的家庭 我常常想啊 我的一生搬了很多次的家 但是感谢主 信了主 不管搬到哪里 都有神的教育 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主的教育 神而你的家 小的时候唱一首歌叫 老师说 只要你不唱国际歌 走到世界各地 都能找到同志朋友 今天我们唱国际歌 也找不到同志了 也找不到朋友了 可是只要你唱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就能找到弟兄姐姐 你们 哈利路亚 我们来唱一首歌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愿今天这支祝福领导 也许你 请祭拜堂到前面来吧 我们为大家献一首诗歌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就是信靠主耶稣 我们人生有高山有地骨 我们有健康有疾病 我们有贫穷的时候 有富足的时候 我们有眼泪有幻象 人生是不确定 但认识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认识主耶稣 是否还跟随他 你就得到这个最美的祝福 预备 哈利路亚 一起来唱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我们来起立吧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既有谁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还我同行 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 大明你还没有信 耶稣基督 我要得到这最美的祝福 你去上回祢祷告 感谢主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耶稣 还有没有 感谢主 圣经说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行造的人 就是以过多变成新的